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大快到两个星期了 从最一开始的十个人到现在已经将近两百人 它是一个很典型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相互交叉感染 我相信作为一个正常的概念来讲 那艘邮轮可能是日本的邮轮 它的管理来讲和它的卫生规矩来讲 应该是大家能接受的 这是一个世界级的水平 一个邮轮只有三千多人的话 这是个小邮轮 就是大邮轮七八千人甚至上万人 所以当人数小的时候收费高 它的豪华程度高 相应的卫生环境都应该有着相应的一种更高水平 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从十个人四天的时间已经变成了两百人 而那十个人是在一发生之后即刻给从船上弄下来 已经到了日本当地的横须贺的遗院 隔离了 讲这话什么意思 这就是今天在中国大陆 封城 把一个城区封了 封了 把一个城市封了 把一个省封了 然后各区都封了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到了各区封楼 对不对 整个这个单元楼全给它封了 全封了呢 就把里头全给憋封了 全封死了 它上哪儿去啊 而这种隔绝式的东西 人与人之间极端自私的表达 被隔绝的要冲出来 隔绝者说让他死掉里头 别染到我身上 他要出来 他是极端的自私 而这种隔绝被隔绝之间 很多都是普通人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 人们对生命的理解只有自我 才出现今天的场合 而隔绝的方式 我早就跟大家解释过 在文艺复兴时期 当时的意大利 当时的奥地利 德国 匈牙利 整个那一片全是松散的城邦国 威尼斯 叫威尼斯共和国 米兰叫米兰共和国 它都是有城墙的 就那样 它都挡不住 威尼斯短短的一个月 死了一半人 而在威尼斯爆发瘟疫的时候 它不到别地去 那扭过脸来米兰 它干一把 相隔几百公里 那东西是活的 就跟候鸟一样 它飞 没人知道怎么来 没人知道怎么去 所以不信神 信仰中没有 对吧 即使有些有宗教的 都是极端的自私 所有问题站在自己角度下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人给弄成那样了 你别招他 你招他 他就这样 智地有生 铿锵有力 牛脸死到临头 死到脑袋上的时候 哭爹喊娘 他在利益上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能够看到的 那结果据说 昨天把川普 川普推文中说 习近平有信心 可以战胜这一次病例 等到四月份天暖的时候 我们就战胜了他 是因为天气暖了 病毒就没了 什么话 是你战胜他吗 是你耗过了他 还是他把你弄死 这个老头子 说天暖和了 这个你到四月份的北京的温度 武汉的温度 跟现在的香港的温度比比 香港刚刚爆发 叫陶大2.0 陶大事件是 03年非典是爆发的 陶大是个社区 结果在整个这个楼群里面 突然的一家一家一家 吃打边炉 一家一家整家的爆发 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定性为 那是非典扩散的标志 因为那是当时非典出现在北京了 出现在广东了 那结果他跑到香港 那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 另外一个行政区了 结果就在 这个楼群嘛 都是一楼一楼 整楼的出事了 陶大事件 现在又出了 昨天出了 那当昨天出这种事情的时候 按照当初的说法 就要在全世界颁布旅行禁令 向世界扩展 那他扩展的原因呢 就是林郑月娥 要给中共的高层 他们的家属留下一条通道 全世界近八十个国家 都封锁了中国大陆 但少数国家封锁香港 所以要那些孙子们 那些大了孙儿们 儿媳妇大肚子装孙子 要孙子们要从这条路上出去 这些孙子都有香港的居民证 他飞到美国骗人家就完了 对不对 我拿孟晚舟有几本护照 四本 对不对 我拿一本没用的 我就进了美国了 他川普知道吗 傻小子骗他一乐一乐的 对不对 那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他要封了关了 他一点通道都不留 那他不好办这事 对吧 那部长的孙子 他到香港那算偷渡 那不就成孙子了吗 所以他不能成孙子呀 但是他只能装孙子 就这么点事 把香港人坑了 所以这是 我讲的意思 这是真正厉害的 在这个背景之下 要懂得这种环境 这种扩散的过程 德国之声 世卫警告 星星直火可以燎原 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感染者 有可能成为引燃大火的星星之火 WHO呼吁 人类绝不能让这场疫情失控 是他敢 他是罪魁祸首 在人类社会中失控 这场东西是源自于中国 发生在中国 而共产党的钱走遍世界 买掉了这些龌龊肮脏的东西 为了党的利益 实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其实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 从而出现了现在的场面 反过来 他因为他是官 所以反过来 他说 人类绝不能让这场疫情失控 而失控的原因是他 达基 达基说云中子妖言祸众 他是妖怪 习近平说 有信心战胜病毒 他是病毒 这是权力者 在官位的角度来讲 人的道德尽失 一个不是人的表达 他控制着世界卫生组织 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名义 派去了调查队 但是 在他的调查队当中 排除美国人 美国相关部门了解内情 讲 这支先前队中 不包括美国向世界卫生组织 推荐的13名专家 美国公共卫生专家讲 目前中国最需要的是 一流的流行病学专家 和病毒学专家 要遏制疫情 美国卫生部向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推荐了13名 结果都被他给剃掉了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替习近平来执行任务 去掩盖疫情的真相 不想让美国人知道 他不是妖怪 谁是妖怪 他为什么怕美国人 他别人谁都不怕 他就怕美国人 习近平谁都不怕 就怕美国 因为在美国的钱上 印着ing all of trust 其他国家的钱都没有 其他国家的人 都可以被钱买入 其实就这么点事 你说你这话 石超你这话不对 他美国人吃拧了 他美国人迷信 他美国人无知 他美国人就像 任何受过教育 都没有过的垃圾 在他们钱上印上 已告得为 trust 他美国人傻到了 在你们面前 都是留鼻听的 因为他们相信神 你为什么不这么说 你为什么在香港 留条通道 把你们的人都往美国跑啊 那为什么川普一横道 谁也别来 扭曲的变异的心态 唯利是图的那种 内在的心态 神不会接受的 神教训的就是这些人 习近平说他一定 中国人民一定 人民战争战胜瘟疫 人民战争战胜瘟疫 不就让人民全死 然后他活着吗 这是因为他的伟大吗 因为他让人民去堵了 他认为瘟疫一定死到 一定数就成了 你记住 保命的只有你自己 转变自己的心态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有一个算一个 因为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六百年前刘伯温说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